哇 看嘛 点缀上一点 pasti上去了 放点extra virgin olive oil下去 这个就是 Pron Linguini 喂 今天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Kent's Kitchen 哇 又到了午餐的时间了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个pasta的料理 它名字叫做Pron Linguini 如果有看我第二集的Kent's Kitchen的朋友们 你会看到我教大家如何制作这个 Karbon Linguini 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们 我会把那个link放在左向角这边 你可以按进去看 然后呢 这一次的pasta 跟上一次的pasta dish 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上一次的pasta 它比较属于那种creamy的那种diche 然后如果这一次的话 它就是属于那种stir-fry的 会比较没有这样腻 如果你们喜欢吃没有这样腻的pasta 这一次的video可能会帮助到你们 然后这一次呢 你会发现到我已经upgrade了我的这个 audio system 就是invest了这个mic 然后就会让这个audio quality变得更好 希望跟之前的video有一点分别 要让你们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分别 OK 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就进入身体 我们去看 到底怎样做这个prong Linguini OK 现在我们就看看 我们需要什么ingredients 来煮这个prong Linguini 首先呢 我们需要这个 Linguini 最重要的哦 然后就是一点 chopped garlic parsley 然后一点red pepper 我现在煮两人份了 所以prong大概有两人份 然后crush chili 还有 salt and pepper 这个材料就是这么简单 OK 首先呢 我们煮pasta 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煮我们的水 OK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面放下去 现在大概拿两个人的分量这样 现在我一点饿了 所以我就煮多一点 然后我们就 转那个pasta 放下去 慢慢慢慢放下去 拿点盐 放下去 再放点油 放油的目的是为了 让它那个面不要黏在一起 我们煮这个面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个面 压下去先 这样子才会 平均的煮到那个面 OK 搞定 我们现在要开始 准备我们的虾 放点盐下去 胡椒粉 就是黑胡椒 我们大概用手 去抓匀它 OK 我们现在加点油 在这个锅 这个日锅当中 然后我们把那个虾 放下去 哇 看到吗 大概煎个2-3分钟这样子 我们就check一check 那个虾到底好没有 现在还没有好 可以随时就可以拿上来检查 这样子你就不会 overcook你的虾 OK 然后2-3分钟过后 我们就开始翻那个虾 翻那个虾的时候 记得要关火 我们关掉火了 然后我们就翻那个虾 我们把那个剩余的日 热气在那个锅 继续煮那个虾 这个大概煮个30秒这样子就过 OK 然后这里 拿一个碟子 准备放你的虾 进去里面 放里面 给它在里面休息 我们现在准备要切这个 OK 我教你们 切这个cafsicum的一个方法 首先我们把头切开先 OK 这个不要掉 我们从这里开始切 那个白白的会让那个 白白的会比较苦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切的时候 你看 一点完全白白的都没有 如果你切的时候 还是有看到白白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切掉 很容易的切掉 OK 你看 一点都不浪费 看到吗 这个就丢掉 然后 这个 切成条上 OK 然后你看这里 有油 这个油不要浪费 我们拿来煮我们的pasta 首先再加多一点油上去 过后我们加这个 咖喱下去 OK 蒜末 蒜末 放下去 所以我们在煮的这个时候 刚好那个pasta又在煮 OK 放了这个 咖喱过后我们就放 我们的crush chili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 你可以加多一点 我是喜欢吃辣 所以我加比较多 OK 我们现在这个咖喱组合过 我们就把我们刚刚切好的 那个red pepper 放上去 看到吗 再炒一炒 OK 我们现在去看看我们的面 好了没有 好 我们关掉火 把它直接 直接放进我们的这个 锅里面 开始翻炒它 非常简单的料理 非常简单的料理 又快速 然后记得放点盐 这个面煮着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我们的pasta pasta要怎么准备 我们就把它搓成一团 切 我们切碎它 好 我们就把 把一半 挂上去 我们六点在那个 山板上面 我就去炒它 看到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太干的话 你可以找一点 这个pasta的水下去 好 我去翻炒它 最后最后最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虾 倒下去了 哇 看到吗 好 关火 哇 看到吗 一流一流 看到都想吃 搞定 我们现在 准备摆盘 首先 把你的tongs 把那个面 卷起来 卷起来 我够吃吃 拿上来的时候 在那个盘那边 这样子 卷 零归零 如果我觉得面不够的话 再放多一点 也是要 卷起来 然后放点红椒上去 碎 碎 最后 再 点缀上一点 busty 上去 不然你extra virgin olive 挖下去 哇 就这样完成了 这个就是 Pron Linguini 哇 看到吗美 我们现在就 拆一下这个面 好不好吃啊 嗯 很有弹性 那个面也是一样 很有弹性 你们可以在家里继续 非常简单的一个午餐 OK CAN SICKEN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我subscribe like 还有share这个视频出去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